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提醒在北部 宜兰花莲跟中部山区 到了中午过后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发现 却提醒大家早起还是要吸带雨具了 那么在下雨的时候各地感受比较凉 今天早晨温度大约落在24到26度上下 白天的高温除了南部地区 基本上不会飙升超过30度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受到这一波美雨方面的影响 早上天气稍微好一些 多云到阴天偶尔飘点雨 但是提醒大家注意到 从午后北部地区又会变天了 大概从午后到傍晚 反明显看到在北部地区 宜兰花莲东半部这一带 容易出现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那么这一波美雨方面何时趋缓呢 其实从今天入夜 我们看到到了明天 后天周四周五 雨势就慢慢趋缓了 整个降雨空档会拉得比较长 周末会是天气最稳定的时候 到了周六封面远离了 那么下一波的美雨封面变天 预估落在下个星期二 会有另一波美雨封面来报到 所以从今天过后呢 雨势越来越缓和 到了下周二 才会再开始有比较明显的降雨 今天的天气小叮咛提醒大家 白天水气稍微比较少了 但是提醒一带午后对流比较旺盛 可能三不五时又会下起了一阵雨 还是要攜带雨具 以备不时之需 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点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